今天凌晨5点多台湾一名张姓男子驾驶一辆沙石车 冲进了台湾领导人马英九的办公室 尽管哨兵反应及时启动了防弹钢门 但因为车子有30吨重加上速度过快 防弹门遭到毁损 警方初步推断张姓男子是蓄意冲撞 但动机不明